比例的方法等等的 接下来的题目呢 都是云亏问题 我接下来题目全部是跟云亏有关系的 全部是云亏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从 第11题一直听到我玩21题的话 你可以把整个云亏问题全部学会到完了 ok 我先讲一个 但是我这边出的云亏问题都是普通的云亏问题 会有一点难度 那你听我讲你就会 来 一个绳子绕数 绕五圈圣经 绕去前少人 绕三圈 还是几 要怎么做 我记得我应该有准 做好准备 答案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不要点 来 云亏问题是什么 你看 所以你在教一个主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跟学生先讲解一下什么叫云亏问题 对吗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什么是云什么是亏 云亏呢 云亏呢 云亏呢就是 云云亏呢就是 只要吸引小朋友听你说 因为赢亏我们是可以双赢的 不一定是一赢一亏的 双赢啊 典型的我们叫一赢一亏 一赢一亏 一次是赢的 一次是亏的 然后我也可以是赢跟赢的 双赢 我也可以是双亏的 我也可以是双亏 这种类型都是云亏问题 我甚至也可以是三云 或者是三亏 或者是两云一亏 这些就是变化的题目 如果你懂这变化的话 你就真的厉害了 因为你自己可以出题 你要怎么出题 你要怎么变化都可以 我也可以 二亏一云 你看到吗 二亏一云 就有三种的变化 所以在教学生一定要把这个讲解 有些书里面是没有写的 或者书里面是写的 但你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 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你要介绍什么叫你 如果是第一次教的话 第一次学 还是小朋友第一次的话 他一定不明白 我们就可以举例子 你明白的话 那你就可以举例子 比如说 ok 买一个西瓜 加买 加买的话 ok 多5块多5元 你一买的话 少3元 这是典型的一云一亏 一云一亏问题呢 就是 一个是赢一个是亏 这是最标准的 当然我讲过以前 我教的话 我直接教他们带入公司了 标准的 云费问题 带入公司 马上可以解到 马上可以得到答案 但是你变化的云费问题 像这种双赢双亏 你只要用公司来解 就很 就没有办法直接用公司来解 明白意思吗 因为公司很简单 赢家亏除以两次分配之差 OK 好 我就 暂时点到这边 我们继续这个题目 一云一亏 可以直接用公司求出 不难 但是一变化的时候 你公司要怎么用 没办法用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本质 题目说什么 我们跟什么 来 神者绕数吗 绕五圈剩一米 对吧 五圈哦 你一把 五圈 会不会绕啊 绕五圈 绕那个树 树桶 那个树绳 绕五圈剩一米 那个一米你要怎样是谁啊 我们画图嘛 刚才我讲 画图解啊 画图解的话 那么我可不可以 画一米呢 发不完一整圈 画一米 不到半圈 这个是一米 可以吗 啊 这叫形象的思维 这个就是我们传达给学生的形象的思维 啊 这个第一次变化 第二次变化 绕七圈扫一米 你看 一扇一扫是不是点心呢 一颖一亏的问题 这是我多出一米啊 我现在我绕七圈 一二三四五 六 七 我绕七圈 然后我少五米 我少了五米 明白一下 ok 现在问什么 绕三圈的话还剩几米 有没有爱掉了 这个是少了五米啊 这个是少了五米 现在有没有爱掉了 那怎么剪 一下想不到 你一定要回去本质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解题 你一定要找到不变量 为什么你连接不上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画到这边 停在那边 然后无法 无以为惧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不变量 那么先告诉我 这边的不变量是什么 神长的不变量 神长是不变量啊 对不对啊 你不管怎么到 请问神长是不是一样多呢 我没有把绳子剪掉啊 对不对啊 这个神长 都是一样没有变啊 对啊 是不是 对 神长的长度没有改变 神长的长度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 所以这个的神长 这里的神长是一样的 所以 它两边是一样多的 但是因为它绕圈子不同 然后全树和不变 所以才会造成 还有圣 现在有少掉 对啊 是不是 所以既然是一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啊 上下是一样的吗 一样长的 神长是一样长的 那上下怎么 这边少五米 这边还多一米 明白意思啊 就是说 你这一 你这一个 少五米 然后你这边呢 还多一米 上面这边还多一米 还有一米 对不对啊 上下的神长是一样的 那么两个圈 是不是等于六米啊 绕两圈 是不是等于六米啊 那么 绕一圈 神指绕一圈是多少米 三米吧 好了 一圈三米的话 那么绕三圈 我们要找神长先哦 因为要讲圣经里嘛 那神长的话 那这边每一个圆圈都是三米三米 绕一圈是三米三米 三米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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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上面的 上面比较容易刷 因为要比较少圈 对吧 我们这个三米是十五米 十五米 还剩一米 那么那么这个神长是不是等于十六米 这个也一样的 七三二十一减五嘛 不要少五米嘛 你要减五 OK 所以神长是十六米 那么绕三圈的话 是剩下几米 绕三圈是等于到米 好 每一圈是三米 绕三圈 这个等于九米哦 那么剩下几米 剩十六 减九米对吧 所以我们就得到七米 好 剩七米 我这就是鲜鱼的 对吧 这就是鲜鲜的 这就是鲜鲜的